2024年8月23日到辰7点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 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盛南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爽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重点关注 中共中央举行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陈吉宁主持 上海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重要指示精神 8月上旬 蔬菜价格持续走高 上海多错并举 稳价保供 长宁区试点菜场部分 职工蔬菜零加价 辽宁地区与势减弱 葫芦岛灾区基础设施 陆续恢复 此轮强降与达特强等级 远超预测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乌军试图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此事 一架小型飞机在泰国东部北柳府坠毁 机上9人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5名中国乘客 来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22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今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他对党 对人民 对国家 对民族 对世界 做出了突出贡献 功勋标饼史册 永利后人 习近平强调 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 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 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是深刻的 长远的 他一生的奋斗历程 充分展现了 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 对人民 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 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的 理论品质 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坦荡无私的 博大胸襟 他的伟大历史功勋 我们永远铭记 他的崇高革命风范 我们永远敬仰 习近平指出 邓小平同志 留给我们最重要的 思想财富 就是以他为主 创立的邓小平理论 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必须继续 深入学习运用 邓小平理论 完整准确理解 他的科学内涵 和新要义 既坚持 邓小平同志 基于 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 提出的 重大结论 基本观点 正确主张 又善于 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 正确把握 理论的精髓和实质 用以解决现实问题 做到 坚持真理不动摇 指导实践 不偏离 习近平强调 对邓小平同志 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要紧紧围绕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这个中心任务 既往开来 奋发进取 习近平指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毛泽东 邓小平等 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共同心愿 也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潮流 我们要继续 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支持和推动 香港澳门 进一步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更好发展 我们要坚定不移 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推动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 反对台独 捍卫 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上海市委常委会 昨天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外人士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有关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就中央和国家机关 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就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退役军人工作 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 支持临港芯片区 深化改革开放等事项 市委书记陈其宁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部署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要在科学精准施策上 下更大功夫 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推动重点工作再发力再突破 把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 更好结合起来 毫不懈怠抓好防汛防台 和安全生产工作 各区各部门要扛起责任 勇挑重担 以奋力一跳的精气神 全力打好稳增长 促转型的主动账 会议指出 要把握定位围绕大局 坚持从严抓好机关党建 束牢政治机关一事 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十二届市委五次全会部署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坚持严自当头 全面从严一言到底 深化党籍学习教育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更好激励担当作为 会议指出 要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 强化更续中华文脉的使命担当 切实提升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的能力水平 着力构建大保护格局 创造性开展活化利用 七级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建 传承文脉留住乡愁 彰显特色 打造中华文化名片 会议指出 要按照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部署 找准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发力点 充分激发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热情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 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军地联合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 机制会议精神 指出要在学习宣传贯彻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上 下真功夫 加强融会贯通学 把握精神实质学 结合典型案例学 认真对标 另行禁止 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芯片区 进一步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 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五个重要战略要求 敢于突破 勇当先锋 推出更多首创性改革 引领性开放举措 进一步放大效应 形成规模 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要谋定快动 抓好落实 推动临港芯片区率先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 举行一军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持续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相关部署 研究和推进新时代 我市人民武装工作和住户部队建设 市委书记 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陈基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主席 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指示 和有关中央文件精神 听取住户部队全面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住户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扎实开展 党级学习教育 思想政治建设持续强化 备战打仗能力不断增强 国防动员水平有效提升 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会议指出 要结合完善学习教育常态机制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不断提高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深入贯彻落实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各级党委要强化党管武装政治责任 推动四项任务和四项机制落地建效 要强化改革时效 更好服务构建跨军地工作格局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进一步健全军地协调机制 优化国防动员体系 完善双拥工作机制 全力解决部队建设的大事 官兵优私的难事 持续完善退役军人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 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以国家战略为牵引 加强新兴领域布局 着力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 双向拉动 上海市和住户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近期全国多地蔬菜价格持续走高 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 全国批发价格数据显示 蔬菜价格在8月上旬达到近10年同期的最高值 为应对菜价波动 目前上海从生产端到零售末端 多错并举 稳住百姓菜篮子 在上海常宁区 菜场通过设立零加价的平价菜摊 每天职工投放7种新鲜蔬菜来评议菜价 一早在松江的这家菜场里 摊主告诉记者 黄瓜今天的最新价格是一斤六元 刚刚从7元的价格上跌下来 不过现在的价格仍比7月份时要贵了将近两元 今年入夏以来 绿叶菜和豆类蔬菜的涨价尤为明显 像姜豆眼下已经要14元多一斤 涨了约45% 天气热嘛 比如说有的菜本来只有2块多一斤的 现在买到15块了 对啊 但是这个价格还承受得了 贵的话 那有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吃 过几天 过几天再混个别的菜吃 今夏以来湖南山东四川等地遭遇强降雨 高温异常天气对蔬菜生长运输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 从6月中旬至8月中旬 全国蔬菜平均价格涨幅达到40% 并在8月上旬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值 为应对这轮菜价波动 上海目前已启动多项稳价保供措施 平易菜价 在常宁区的这家标准化菜场 记者看到 平价菜摊位的菜价竟然精确到了分 原来这个价格就是从甜头批发来的价格 菜场是零加价的 7月份以来 常宁区试点在全区 19个标准化菜场推出零加价菜 7个品种每天动态调整 低于市场价起码7折以上 供应时间持续到晚上7点 卖断货还能随时补货 菜从对接的崇明蔬菜基地直送 没有中间环节 每天凌晨5点都会有两辆冷藏车 从我现在所在的崇明区的树心镇出发 运送往市区的19个点位 那么要在每天的早市前把所有的平价菜都送到摊位上 菜场对接的崇明蔬菜集团有1500亩设施菜田 目前种植品种约20个 日吞吐量约80吨 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全区每天供应6000斤的菜量计算 常宁区每天为19个零加价菜柜台补贴的费用 约在7800元左右 大概要贴补将近一个月要15万左右 总体的一个菜价是比市场价要低一个30%左右 那对于我们其他就是菜场的一些摊位的一个价格 它能够起到平易 就不会随意的一个上涨 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个下蛋期间 也能保证我们老百姓能够买到相应的一些价格 比较优惠的一些菜品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目前随着气候条件好转 菜价环比上周已有所下行 在短期冲击性气节性影响退去后 预计到9月份蔬菜供应量有望持续增加 价格也将逐步回落至正常水平 作为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单体最大的幼儿园 中福会托儿所普陀园昨天开园 普陀园将服务对象下延至6月零应幼儿 开展0至6岁托幼一体化早期教育事件和探索 为上海西北地区提供优质的早期教育资源 带动区域学前教育发展 从空中府看 新开园的中福会托儿所普陀园 形似一个巨大的甜甜圈 作为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单体最大的幼儿园 整体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包含多个科学探索空间 细水池等 全园可容纳24个班级规模 辐射近千组家庭 今年秋季 普德园将迎来7个托班 7个小班 以及5个亲子班的约460名孩子 不少家长对这个家门口的幼儿园非常期待 学前教育我们的孩子是在静岸接受的 那么现在能够在家门口 有科技氛围感这么强的一个托儿所 幼儿园 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都特别的兴奋 也特别期待 9月份开学之后 孩子能够在这里接受好的教育 开源活动现场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与普陀区教育工作党委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党工委 上海科技馆斩教中心等签署共建协议 未来将聚焦婴幼儿营养膳食与食育 婴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托幼一体化早期教育实践等方面 继续开启早期教育全程化科学化探索 每个班级都可以室内室外的 很方便的联动 保证孩子每天户外两小时 还有在所有的环境的创造的时候 我们老是考虑到 每一个地方孩子能够看得见 孩子能摸得到的地方 创造一些有科技亮点的东西 点燃孩子爱科学 有探究的这种欲望 东方卫视记者朱祁月上海报道 本周期辽宁葫芦岛市出现 连续墙降雨 导致道路桥梁被冲毁 电力通信中断 目前当地救援力量持续作业 全力抢修水毁道路 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陆续恢复 持续墙降雨造成 葫芦岛市隋中县 大阳树沟村附近道路被冲毁 出现42米缺口 导致4个自然村 进出唯一道路中断 当地已经架设起一座 51米长的应急桥梁 大量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和救援装备通过应急桥梁运送至各村 截至21号晚9点 隋中县已经封堵漫水桥468座 建仓县黑山柯乡是这次强降雨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 9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多处民房被淹 眼下水已退去 当地调派大型机械采取人机配合的方式 加快现场清淤 目前仍有两个村道路中断 约1000名群众受困 当地组织多支救援力量 沿铁轨徒步进入村子 送去基本生活物资 汛情突如其来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奋战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 8月20号凌晨2点多 暴雨导致葫芦岛市一处河水快速上涨 党支部书记李清雪不畏艰险 奋力救出三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之后 不幸遇难 他都是一个好书记 办实事 我心里就是说是十分万分的感谢书记 折体救人 为了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 眼下辽西地区与世减弱 截至21号晚上7点 葫芦岛市普通干线公路已抢通31处 通往灾区生命线已经基本打通 部分受灾地区的电力通信得到恢复 同时当地加强排查河道 尾矿库等重点部位 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经评估 这次葫芦岛地区的强降雨 为1951年以来最强降雨 被评为特强等级 远超此前的预测 气象专家介绍 这次极端降雨过程主要是由东北冷窝 副热带高压及台风云雀的水汽输送 共同影响造成的 主要原因是副高的位置比较偏北 而且稳定地维持在比较偏北的位置 副高后部的暖湿气流不断向北输送 由于辽宁地处北方 此前遭遇这种特强等级强降雨的情况降少 防汛人员坦言 这次灾情暴露出当地对洪涝灾害 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还有待加强 防御的能力还是有待的提升 一些中小河流存在防洪的薄弱环节 城市的部分区域农田 还有排水不畅的情况 基层工程的强险力量还相对比较薄弱 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葫芦岛市防汛一线 指导地方抓紧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 提防巡查防守和农村供水设施修复等工作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近日广东各地都出现了强降雨 甚至是雷雨天气 广州的暴雨让市民们提前做好了防范准备 在广州天河区上学的梁同学告诉记者 对于广州的暴雨天气 他并不担心 自己也做好了一定的防护 家里也早早地做好了应对的措施 我们家最近也是把那个窗上的防护胶 也重新换过了 家里也做好了防水啊什么的 如果下暴雨我也不会出门 会在家里 有一点担心吧 因为主要是上下班这样子 出行不方便不安全这样子 尽量不要走在树下 或者说不要走在清水多的地方 还有上下班的话 你开车的话就视线不是很好这样子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防冻应急预案 和省防总有关规定 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总指挥部 已经于8月19号12时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同时迹象预报员提醒 由于最近开余期的到来 大量渔民开始出海捕捞作业 并且广东省陆地及沿海 南海北部海面雷雨频繁 要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对户外活动 高空作业 海陆交通 海上作业 滨海及海岛旅游等的影响 广东台报道 昨天我国进入楚暑节气 但是南方的高温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重庆以及四川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重庆还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 等级显示为高度危险 重庆市江北区 沙平坝区 江津区 电江县等多个区县 均已发布了风扇令 重庆连日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高温天气下 船舶机械设备容易出现过热故障的问题 在长江福林段彭威石化码头 一艘运在化工原料的船只正等待卸货 福林海事处的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只防火设备 重庆海事部门重点检查微化品船舶的货舱透气 喷零降温问题和炭火报警等设施设备 并提醒船舶措施开展舱棉作业和装卸作业 确保安全 四川成都也启动了高温红色预警 全市2100多个户外服务站点 为劳动者们提供临时歇脚的避书港 这家驿站不仅提供免费的矿泉水和货箱蒸汽水 还有微波炉 手机充电口等设施供大家使用 我们就会到那儿坐到喝点菜 吃点早餐 比会儿说 想会儿问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在户外跑来跑去的天地表演 这个冰水更加快 也防止种树 效果好的很 近日来成都每个户外站点每天接待的外卖员 快递员 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超过了100人 包括成都在内 四川 自贡 卢州等8地 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军试图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此事 一架小型飞机在泰国东部北流府坠毁 机上9人 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5名中国乘客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库尔斯克州 比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的地区局势 举行会议 普京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试图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此事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克兰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当天表示 库尔斯克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表示 收到俄罗斯通知称在库尔斯克核电站发现一架无人机的残骸 国际原子能机构 获悉无人机于昨天凌晨被击落 无人机碎片距离核电站发燃料储存设施约100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洛西2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库尔斯克核电站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 他计划下周访问库尔斯克核电站 搜集有关该核电站是否已经成为袭击目标的证据 此外 他还将会评估核电站外部供电状况 以及通往核电站的道路状况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乌克兰21号首次承认 在针对俄罗斯的越境攻击中使用了西方武器 自乌冲突开始以来 美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 持续拱火交游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方面表示 乌军利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摧毁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几处浮桥 这是乌方首次承认 在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越境攻击中 使用了西方武器 美国方面尚未就此表态 不过 美国国防部曾宣称 美方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一种远程巡航导弹 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 并对此持开放态度 但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美国国防部已开始着手研究 乌军战机发射这种远程巡航导弹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就此问题 向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求证 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根据美国国防部8月9号的数据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5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包括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1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2000多枚独次防空导弹 1万多套标枪反坦克导弹 40多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31辆爱布拉姆斯坦克 300多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600多辆M113装甲运兵车 20架米17直升机 弹簧刀无人机 凤凰幽灵无人机 和其他各种军事装备 以及大量各种口径的火炮 海量的炸弹和其他军火 不光数量庞大 美国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过程中 一步步突破其所谓限制 最早美方宣称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但后面却转变口风 同样如此的 还有F-16战机 美国已经为其北约盟友 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开了绿灯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就是直接参与俄乌冲突 俄方保留做出对等回应的权利 如果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 高科技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 那么俄将加强空中防御能力 俄罗斯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 提供远程武器 这些地区可以使用俄制武器 对向乌提供武器的国家发动打击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 已经抵达中东 至此美军部署在该地区的航母数量 暂时增加至两艘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 搭载有F35C等型号的战斗机 该航母战斗群还部署了 第九舰载机连队和第21驱逐舰中队 据报道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抵达中东后 将加入美军部署在该地区的舰队群 其中包括7月中旬抵达的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 并可能会接手西奥多罗斯福号在当地的任务 美国国防部表示 这些部署是为了确保美军能够及时应对中东局势变化 半岛电视台此前援引分析人士的话 报道称 美军在中东展示武力 可能是为了遏制局势升级 同时避免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影响扩大波及自身 不过分析认为 美军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很有难度 因为以色列政府已经多次越过美国政府设下的红线 并且可能会继续越过红线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一架小型飞机昨天下午在泰国东部北柳府坠毁 机上9人全部遇难 北柳府府尹昨晚在事故现场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失事飞机上有5名中国乘客 事故发生后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 此前据泰国民航局通报 失事飞机是从曼谷苏万纳普机场飞往达勒府 飞定期航班 机上共载有9人 其中有7名乘客和2名飞行员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泰国政府部门昨天证实 近日泰国北部连降暴雨并引发洪水 已造成2000多公顷农田被淹 另有12000多户家庭受到影响 目前泰国总理佩通坦 已经下令向受灾最严重的 青莱府帕饶府等地提供援助 此外泰国国家减灾署 向北部多个府发布了山洪预警 泰国卫生部门则表示 正在检测43个府的水位 并警告称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山洪山地滑坡和河道决堤等灾害 上周起 泰国北部连遭季节性强降雨袭击 在多地引发洪水 每年的5月到10月为泰国雨季洪灾多发 泰国卫生部门表示 过去一个月 洪水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 32人受伤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试验性作业 以期取出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内融化的核燃料残留物 然而由于取出残留物的装置出现了安装错误 这一尝试终止 东电公司尚未说明何时进行第二次尝试 根据此前计划 东电将在两周内利用配备有抓手的伸缩装置 取出三颗残留物 收集到的残留物将被送往磁城线进行分析 这是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 东电第一次尝试取出核燃料残留物 东电最初计划于2021年开始进行这一尝试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和技术困难 以三次推迟计划 韩国经济道富川市一座九层的酒店 昨天19时39分左右发生火灾 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 另有12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消防部门出动70多辆消防车 和160多名消防员参与灭火 目前大火已被扑灭 警方表示部分遇难者是由于从8楼客房 跳到酒店外1楼的气垫上导致死亡 遇难者当中有外籍人士 目前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 酒店客房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火灾的原因尚未确定 英国知名软件技术企业家麦克林奇 与家人朋友搭载的豪华游艇 周一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沉没 截至昨天搜救人员已在水下找到6名失踪人员当中的5具遗体 其中之一确认为林奇本人 昨天意大利西西里岛游艇翻尘事故 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进入第4天 当天搜救人员打捞出1具遗体 此前3天搜救人员已经打捞出4具遗体 据接近救援行动的消息人士称 昨天打捞出的是林奇的遗体 但林奇的女儿汉娜仍然下落不明 19日一艘载有22人的豪华游艇 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遭遇风暴后翻尘 导致7人失踪或死亡 利用15人获救 获救者中包括林奇的妻子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船上的乘客大多是林奇的客人 事发前正在庆祝他在一起 涉案金额高达110亿美元的诉讼中 被判无罪 据了解 麦克林奇有英国版比尔盖茨之称 曾创办英国最大软件企业自主公司 2011年将企业出售给美国惠普公司 林奇因这笔交易在美国受到欺诈指控 但于今年6月被宣判无罪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由于劳资谈判陷入僵局 加拿大两家主要铁路公司 昨天凌晨起关闭了在加拿大的铁路网络 这是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 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时停工 此次停工的是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和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公司 停工规模近万人 加拿大交通部门表示 由于工人被停工 加拿大太平洋轨道上运行的部分线路 从昨天零点开始停运 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 约3.2万人的通勤将受到影响 自去年11月以来 铁路公司劳资双方就围绕工人待遇问题 展开了谈判 但未能取得进展 双方均指责对方在谈判中缺乏诚意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本月21日呼吁双方 重回谈判桌达成协议 但未能打破僵局 此次停工的两大铁路公司 运力占加拿大全国铁路运输运的近80% 每天承担着约10亿加元的贸易运输 停工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 此外 关闭的两大铁路网运输的货物当中 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每家跨境贸易 因此美国经济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上海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各项配套加速建设 单身公寓力争下月竣工交付 苏州河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三期工程竣工 半马苏河夜色品质换新升级 早晨7点36分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盛南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上海市重大工程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建设正紧锣密鼓推进 与研发中心同步建设的华为上海西层单身公寓项目 也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 力争在下月竣工交付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位于上海青浦西层科创中心东片区 建成投用后将陆续吸引约3.5万名华为研发人才 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标志性项目 作为项目配套华为上海西层单身公寓将于下个月竣工 项目包含35栋单体建筑和移动短租式公寓 总建筑面积达50万平方米 将为华为科研人员提供超6000套房源 公寓周边五条新建设政道路也已全部竣工 与练西公路一起盘活了区域路往 我们这五条路与我们华为单身公寓入口的练西公路 一起组成了一个填字形与我们现有的路网能够有效的联通 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全长约6.6公里的 轨江17号线西延伸工程建设也正加紧推进 17号线从东方绿洲站延伸到了西层站 预计今年底开通初期运营 通车后将方便清浦西层 殿堂金泽等地居民的出行 与此同时西层科创中心的整体建设也进入了密集施工期 其中西片区西层科创园内的保障房建项目已经全部结构封顶 今年区域内交通公共建筑商业综合体等也将陆续启动建设 一元双和九岛的格局将初建出行 打造成水共生的科创小镇 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在上海苏州和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工程迎来了新进展 继一期二期工程之后 日前三期工程也已经竣工 半马苏河的夜色品质再次提升唤新 从高空俯瞰 苏州河就像一条游龙镶嵌在城市风光中 观影间的高楼建筑层次更加丰富 从低空近看 还有一只只动物造型 花卉造型的景观小品展新亮相 特别亮眼的是三组镶嵌在地岸上的景观鸟蹄造型 这是普陀区绿荣局 为全场21公里的苏州河普陀段打造的全新IP主题 鸟与花香 全线共有200多组 在位于苏州河九果园湾的低岸 还有用淡雅的蓝色灯光和烟雾打造出梦幻般的景观 取名为乌森 他们就像灵动的纽带共同串联起了苏州河的生态风貌 苏州河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三期工程 于2023年下半年启动建设 覆盖了从卢定路桥至安远路16.5公里的沿河两岸 打造出了靓丽的冰水景观 夜色中路过的市民都忍不住拿出手机 定格着美丽的景色 光打在这个水面上的那种效果 就显得很好看 就像在这旁边 我们平常也是非常喜欢来散步 看一看这类的集资 对 点赞 特别好 以前呢比较亮 可以的 我是2000年买的房子 2002年搬进来 我主要为了这景观换过来 然后那个灯也修了 最近我发现今天它是亮的 而之前还有那个地下有那个投影 对 细节很不错 这次普陀区绿荣局还特地邀请艺术家们 创作了一系列艺术光影作品 例如在德城大厦的《游然而生》 模拟了游滴流动的动态画面 在位于大上海国际花园 花园湾区域的《渊飞渔月》 则通过七个独特的LED屏 用景里鸟鸣 来表达自然生态与刺激变换的美好 在潘家湾区域的护上弄像 通过机械与投影变化的光影 带我们穿越时空 目前普陀区共有六处光影艺术点位 对市民开放 通过这些光影装置的运用 把延和的这些景观照明 更加有动态性 是为了更好地演绎苏和的十八弯的故事 将苏州河沿岸百年的工业发展 以及老上海洞堂里的一些烟火器 用光影来呈现了出来 随着我们三七工程的竣工 也为下个月即将开幕的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 增添了一幅精彩的夜景画卷 也届时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到普陀来打卡 据介绍 今年苏州河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 还将适时推出四期工程 打造卢定路桥以西 至嘉定区界4.5公里岸线的景观照明提升 为半马苏和景观照明再添风采 滬苏湖高铁是一条连接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 和浙江省胡州市的高速铁路 全线共设八座车站 其中上海洪桥站 上海松江站 炼堂站位于上海境内 其中上海松江站正处于建设的攻坚阶段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80% 而位于青浦的炼堂站 站房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两座新站都在加快建设 记者在上海松江站建设现场看到 工人正在位于60米以上的高空屋盖 进行屋面木墙施工 景象繁忙建设正寒 车站多重圆环造型的屋面 已基本搭建完毕 站房站台整体造型出现 据了解目前上海松江站 包括站房、服务中心、北广场等项目 总体进度已完成80% 距离开通运营更近一步 而在青浦 沪苏湖高铁炼堂站工程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空中俯瞰这座新站 动感的设计流动的线条令人眼前一亮 走进后车大厅 融合拱桥元素的柱子与荷叶元素的天花板 竟显炼堂水箱特色 赴苏湖铁路炼堂站 目前已经通过了站台 站台雨棚的第一阶段的静态验收 正在实施站房内部的装饰装修 精细化作业 全力以赴迎接第二阶段的静态验收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 施工单位及时调整作息时间 配发防暑物品和应急药品 此外 施工单位每天还安排人员 在站厅和站台区域进行安全巡视 规范作业行为 切实消除风险隐患 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 滬苏湖高铁由上海洪桥站引出 途经江苏省苏州市 中至浙江省胡州市胡州站 全程设有八座车站 建成通车后 将极大方便上海 苏州 胡州等 城市之间的客运与货运 有效缓解护宁护航通道的交通压力 同时还将进一步拉近 长三角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 2024至2026年近日正式发布 2018年至2023年 上海市接续实施两轮三年行动计划 本轮重点任务包括 六大类31项实施内容 以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本轮六大类重点任务包括 推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开展重点隐患整治 完善应急处置体系 夯实数字治理基础 完善城市治理制度等 供给31项实施内容 其中将聚焦一江一河等重点区域 力求将提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落到实处 一江一河呢 因为现在也是在着力提升和活化我们的一个公共的功能 进一步用好我们的存量资源 做好我们的冰水公共空间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功能的复合使用 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新一轮行动计划提出 要推进上海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调整治 从源头上完善其充电停放回收等各环节的监管机制 第一个呢还是要解决老百姓充电的需求 那么想法呢是充电口和电动车再用数达到一个2比1 同时呢那个尽量保障市民群众在三分钟之内 范围之内能够冲上 2018年至2023年 上海市接续实施了两轮三年行动计划 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新一轮行动计划将进一步做好城市管理绣花火 聚焦难点痛点打造移居任性智慧城市 每轮行动计划与前两轮行动计划相衔接 并根据新情况新要求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任务 努力做到深耕细作继承创新 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刘一宁上海报道 上个月一张所谓网易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为 上海财政紧张向寺庙借款100亿的文字图片 在各大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度登上热搜 昨天上海市公安局召开发布会 通报该网传文字图片系造谣者伪造拼接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发现相关谣言在网络平台传播后 上海市委网信办联系了上海广播电视台 求证栏目等媒体进行采访辟谣 求证栏目在第一时间采访了是财政局预算处率先发布权威回应 网易新闻在核查后也郑重声明没有发布过相关信息 上海警方经侦查发现 孙某民为谣言制造者于7月3号赴南京将其抓过 经查犯罪嫌疑人孙某民为营造自己消息灵通人脉宽广的人设 于7月1号编造上海财政紧张向寺庙借款100亿的内容 并添加网易标志制作成谣言图片 通过微信转发造成谣言扩散形成恶劣社会影响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民因涉嫌寻信资事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发布 昨天是24节气的除暑 不过从天气的趋势来看 上海的高温天似乎还没有退却的趋势 在热情似火的夏日尾声 首届上海长星岛郊野公园扶养节正火热进行中 暮色下歌声中 游客们正和家人朋友尽情享受美食和音乐 外焦里嫩的烤羊肉串滋滋作响 咬上一口唇齿流香 还有白切羊肉 香辣羊蝎子等各种羊肉特色菜 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本次浮羊节上选用的羊肉 正是来自郊野公园带散养的羊 肉质鲜美 肥而不山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这片羊肉很好吃 然后是有崇明的特色 我刚来已经吃了五六串了 氛围也挺好的 吃的也蛮好吃的 除了美食 浮羊节现场还有文创体验 亲子游戏等汤位 主办方介绍 今年的浮羊节是首次试水 未来将围绕崇明白山羊 这一当地特色品牌 结合自身优势 进一步扩大活动规模 我们公园几个 就是岩学基地 还有我们农业 采摘 还有我们的煮入口 这一块会全员连动起来 就是组织这个活动 可能会越来越大 首届上海长星岛交野公园 浮羊节将一直持续至本周末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泉 上海报道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地减少多头检查 反复检查 对企业的多次打扰 上海正在探索推广应用检查码 黄浦区在全市各区中率先试点 依托互联网加监管平台 实现跨部门间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 从启动检查到企业 对执法过程的平地反馈 每个环节只需扫码就能一目了然 上海地铁一号线 为延伸线路全长12.5公里 开通至今运行近20年 设备进入老龄化阶段 为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和提升运营质量 地铁接触往隔离开关等设备 陆续开始更换 近日上海地铁一号线 共康路站经过三个凌晨1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 一体化高架段地铁接触网隔离开关更换完成 这也是上海首次完成地铁一体化段隔离开关更换 通苏嘉勇高铁增设苏州东站或国铁集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 通苏嘉勇高铁北起南通市南通西站 经过苏州市嘉兴市后跨过杭州湾进入宁波市 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 苏州东站是江苏省首个地下高铁站 立正于2027年通苏嘉勇高铁开通时同步启用 国内首艘新型爬西船载多功能无人测量艇 在长洲设立下水 该船由我国自主研发 以爬西湾泥船为母船 采用全电力推进方式 具有水面空间的全面感知能力 可自主避障导航 执行不同作业场景下的测量任务 用于航道输菌 导礁 暗线测绘等 是我国输菌行业的智能化无人化的施工测量地器 江苏首个老旧小区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充电站 在南京投入使用 这个智能充电站拥有光伏顶棚 横子下方是排列整齐的充电桩 可以同时为八辆新能源汽车充电 所谓光储充一体化是指光伏发电储能 汽车充电集成一体 相互协调支撑的绿色充电模式 今年1-7月江苏各地港口持续开足马力 全省累计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20.2亿吨 同比增长3.9% 位居全国第一 集装箱吞吐量也涨势明显 达到1587万标箱 同比增长11.8% 好 下面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江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文章 文章说据媒体报道 近几年伴随着文旅热潮一些城市 先后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霸榜出圈 成为了人们印象当中的网红城市了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当然这些网红城市里面 有一些是因为偶然因素而成的 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说到底 网红城市不是造出来的 而是要长出来的 人们对一个地方流连忘返 乐于在网上去晒照片给好评 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公共服务 营商环境确实不错 又或者是文化传承做得好 城市管理在细节上很用心等等 但是呢 在与此同时 我们还是应该要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有一些地方也在想尽办法的人为制造热度 比如说 有的城市单单依靠重金 请运营团队为其包装 制造概念 寻找节点 盼着关键时刻能够一炮走红 有的城市呢 是简单粗暴的抄作业 学会来了一套网红标准 模板和套路 制造出来的网红却带来了负面效应 所以就像文章说的 在流量面前 城市管理者 还是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做内工 把诚意放在服务上 依托资源禀赋 经营好优势产业 如此长出来的网红城市 才能够真正的长红 我们再来看一下解放日报 今天刊登的这篇文章 这两天因为受国产单机游戏剧作 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走红的影响 各地的文旅部门也是纷纷行动起来 不仅游戏取景地 山西 重庆等多地的文旅 介事营销 而另外一些和游戏没关系 但是和悟空有关系的多地文旅部门 也坐不住了 也在绞尽脑汁的攀关系借东风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近两年我们看到各地的文旅局卷得很厉害 不时别出心裁的搞营销 为当地旅游挖钱吸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面对瞬间爆火的黑神话悟空 各地文旅集体蹭热点 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 现代社会当中旅游早已不是单纯的看景点 而是对当地文旅景点和配套服务的综合体验 所以对于各地文旅部门和已经篡红的景点而言 引流只是第一步 如何练好内功接住流量 并通过口碑效应发展新流量不容小觑 旅游业看似没有太大的科技含量 却一直是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行业 也更容易在细微处建功力 所以各地可以抱着不蹭白不蹭的态度积极尝试 但是对各地文旅部门来说 在不遗余力揽克的同时 还是更要在细节上下功夫 跟进城市服务提升消费体验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吸粉引流和流人 好再来看一下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文章 据媒体报道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化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负极领域的腐败问题 得到了深化整治 但是一些边远散小单位和冷门岗位的监督 仍然存在盲区 隐性变异腐败前藏滋长 仍需要补齐监督的短板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相关的案件表明 如果监管缺位再边远散小的单位 在冷门的岗位都是有可能发生腐败的 甚至还会更隐秘更难查处 影滩虽微其害如虎 在越往后直际越严的形势下 反腐败斗争既要聚焦普遍性高发性问题 进行重拳整治 也要对特殊性偶发性的问题保持警惕 针对边远三小单位和冷门岗位的腐败问题 要织密监督网络擦亮监督探头 精准发现打早打小 而且还要以案促改发现和纠置案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实现查处一案 警示一片治理一遇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的这篇文章 文章说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 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所有购买者均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的 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 充分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行为的同时 对支甲买甲予以规制 司法解释也是自昨天起正式实行了 文章对此评论说 辩证的来看支甲买甲索赔 客观上是能够起到倒逼商家手法经营 进化市场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此举也同时会在某种程度上 浪费一些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资源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让部分生产经营者 小过单大则 对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干扰 尤其是那些购买者以打假为名 对商家行敲诈乐所之时 更令商家和监管执法部门深恶痛绝 反对支持支甲买甲索赔的呼声不绝 公众对支甲买甲索赔 褒贬不一的态度 足以说明对其不能简单定义为对和错 如此现实语境之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 对支甲买甲索赔予以规制 可以说是正当其实 而对此我们再来看澎湃新闻的观点 是这样说的 食品药品领域的消费维权 一直以来都是容易引发纠纷 形成社会热点的民生话题 那近年来出现了部分普通消费者维权男 一些职业打假人又刁难小商小贩的情况 所以这次解释的出台 就是为了统一裁判规则 回应社会关系 尤其是对支甲买甲的定性 分类及其索赔标准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这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好了 这一时段爆联想内容 就这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江波 看众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我国科学家发布月壤研究新发现 一吨月壤有望支配出超50千克水 为月球科研站等建设提供重要设计依据 1000公里横跨厄香贵3D 我国自研载人飞艇 祥云AS700首次完成跨省转场 电影《尸姑原形》 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 庭审结束将择期宣判 美国再次炒作中国核威胁 中方回应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 战略风险的制造者 北京时间早晨八点 欢迎来到东方卫视 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爽 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多云到齐 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傍晚 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 南到东南风 明天偏东风 风里都是3到4级 雷雨是阵风7到9级 风向偏北 今天最高温度37度 明天最低温度28度 我们新闻继续 我国嫦娥5号月壤研究 又有了新的发现 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 经过三年的深入研究和反复验证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 利用月壤大量生产水的方法 有望为未来月球科研站 以及空间站的建设 提供重要的设计依据 水是建设月球科研站 保障人类生存的关键资源 此前科学家主要关注 月球上自然态水资源的分布情况 并在多种月壤矿物中 发现了水的踪迹 不过由于这些矿物含水量 极其稀少 难以在月球原位提取利用 因此研究探测新的月球水资源 及其开采策略 无疑是未来探月工程的重点内容 据介绍月壤矿物 由于太阳风亿万年的浮照 储存了大量氢 在加热至高温后 氢与矿物中的铁氧化物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生成单制铁和大量水 当温度升高至1000摄氏度以上时 月壤会融化 反映生成的水 会以水蒸汽的方式释放出来 经过多种实验技术分析 研究团队确认 利用这种全新制备水的方法 一颗月壤中 大约可产生51到76毫克水 以此计算 一吨月壤将可以产生 约51到76千克水 自然存在的水 它的含量基本上在 0.000亿亿到0.02%之间 开采起来太难了 而我们通过这种制备来获得的水 它的含量可以达到 月壤重量的5%以上 是那个的至少250倍以上 专家表示 这一策略将为未来月球科研站 及空间站的建设 提供重要的设计依据 并有望在后续的 嫦娥探远任务中进一步确认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月21日 我国自研载人飞艇祥云 AS700首次完成跨省转场 在我国自研载人飞艇领域 航时航程军破记录 20号早晨 AS700载人飞艇 从湖北京门张河机场起飞 途经湖南 常德桃花园机场 和绍阳武冈机场 于21号中午成功抵达 广西桂陵阳朔月亮山起降点 飞艇飞行高度500米至1990米 时速60至80公里 总航时12小时44分钟 总航程近1000公里 AS700载人飞艇 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自主研制的一款 民用载人飞艇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最大载人数10人 飞艇采用常规单囊体布局 流线型气囊外形 可实现短距及垂直起降 此外飞艇还采用了 现代综合航电系统 电船侧感操纵设计 可目视飞行 未来能满足低空环境下 物流运输 智能测绘 应急救援等多场景应用 AS700载人飞艇于2023年底 成功取得型号许可证 今年3月30号 祥云AS700载人飞艇 完成了金门至荆州 湖北省内转场飞行 东方卫视记者福亚 王泽斌报道 暑假是旅游度假的旺季 自8月上旬开始 上海启动首届上海国际邮轮节 多家邮轮公司发布了 全新的全球邮轮航线 新发布的邮轮航线 增添了从三天两晚 至六天五晚等 天数不等的邮轮航线 覆盖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越南 菲律宾等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 一些航空公司还推出 机票加邮轮船票组合产品 供游客选择 是一个非常惊奇的一个企业 第一次接触到邮轮 然后主要也是让小朋友 他可以增加一些阅历 让他了解更多的一些 出行的方式 国际邮轮节启动后 上海市推出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 吸引全球游客 在上海无松口 国际邮轮港旅游度假区内 烟花秀吸引了众多游客 无人机在空中组成 不同的邮轮图案 场面十分壮观 这次上海国际邮轮节 推出了六项邮轮主题活动 期间上海市还在各大商圈 打造邮轮家消费新场景 开展美食市集 船模展示 发售航海特色文创产品 以及模拟驾驶体验等活动 让游客们多方面感受 航海文化和邮轮生活魅力 上海国际邮轮节是第一次 我们这次邀请了全球一些 著名的邮轮公司 来宣介他们的全球航线 让上海变成全国 也是全球一个国际旅游 新航线的一个发布地 来吸引更多的全球消费者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入境体验 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和边检总站 也不断优化签证服务 推出了多项便利通关服务 针对部分游轮靠拨时间短 外籍旅客比例高的情况 上海边检总站引导随轮外籍旅客 用好用足144小时过境免签 外国旅游团乘坐游轮入境免签等便利政策 同时采取随船查验模式 游客只需要出示便捷通关马 就能快速通关 除了让游客更加快速的入境 海市部门也利用游轮靠拨期间登上游轮 为船员们提供海员证采集服务 畅通各国际游轮船员证件办理渠道 近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 这款游戏中的众多取景地也受到了玩家的关注 其中山西省习县小西天井区的门票订单 更是翻倍增长 在小西天井区内 古老的建筑与绚丽的旋速相得益彰 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辉煌 游客漫步其中 无不被巧夺天宫的艺术作品所震撼 有的游客驻足凝视 有的则拿起相机 仔细欣赏每一处细节 我是一名游戏爱好者 游览了游戏中的取景地小西天 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精美绝伦的悬速艺术 而文明显尔的习县小西天井区 创建于名崇祯二年 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了 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近期游客数量的增加 小西天井区也提升了后勤保障 包括增加导游人数 丰富讲解内容 为游客做好服务工作 截止目前的小西天今年的总接待量 是20余万人次 暑期接待量是7万余人次 同比去年增加了300% 中越跨境搬线是中国和越南互通的 重要出行渠道 今年的1月到7月 中国南宁至越南河内搬线 发送客运量达1.65万人次 便捷助力两国人员往来 该预计程度里 请满有8点30分 越南河内 越南北江 越南北京车开的旅客 请您拿好学生习惯的新领务品 出示有效事物证件 到A2几票后 到这么个旅客上车系统合作 随着工作人员的提示 前往越南的旅客 在检票后登上中国南宁至越南河内的跨境直通车 感觉现在上来还是比较干净舒适的 现在对于我来说 不赶时间的话 这个汽车挺好的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一些 也跟地铁啊 跟汽车站呢 接驳比较方便 坐飞机 那个汽草的路上也得花一个多小时 中国南宁至越南河内搬线 自中国广西南宁出发 途经中国平翔有一关 越南北疆 越南北宁 越南河内等站点 旅途时间为7小时 每一天朗东客运站发往越南的这个直通车呢 我们原来的规模的话呢 只是每天一个班次 那随着两国人民交往的密切 我们目前的开行的班次 已经发达到了8个班次 今年1月至7月 中国南宁至越南河内搬线 共8班927班 发送客运量1.65万人次 极大方便了两国人民的往来 接下来呢 我们往西印的集团的话呢 还要加大力度 这个计划呢 要复班 还要开行 从南宁开往越南海防 从从左开往越南下龙 从停降开往越南亮山 定期和不定期的直达班线车的方便 往返于两国经商 留学旅游 务工的人员 新华社报道 虽然临近暑假的尾声 但是广西南宁的不少展馆 依旧人头攒动 热度不减 希望抓住假期的尾巴 带孩子到博物馆 科技馆打卡的家长们 需要提前合理安排参观行程 一大早 广西博物馆的入口处已经排起长龙 从六月的圆明园售首展开始 整个暑假期间 前来参观的市民人数与日俱增 即便是暑假快要结束的非周末 每天也有七千人次的预约量 在广西科技馆 天文科普展正火热开展 每天下午四点开始预约第二天的门票 每天五千人次的门票 也是手漫无的情况 我走路太多人了都预约不上 然后只能选择错开那个高峰起 然后过来的 然后我感觉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记者了解到 不论是博物馆还是科技馆 每天上午开馆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内 都会迎来一波观展高峰 下午的观展高峰则是在 十四点到十五点三十分之间 有参观需求的家长和市民 要提前合理安排好行程和参观的时间 当前低空旅游正在成为旅游市场消费的新热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江西去开启一段 乘直升机登五宫山 做动力滑翔伞 俯瞰卢山西海的旅程 在平乡五宫山景区 随着直升机轰鸣升空 游客们乘机直上 飞向此行的终点 海拔1900多米的五宫山京顶 一望无银的高山草垫 吸引大家拿起手机不停拍摄 没有想到另外一个视角的五宫山会这么的漂亮 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现在每天直升机搬次基本上是爆满状态 游客预定热情高涨 我们营地这几个月搬次从一天两三趟 到现在的一天有二三十趟 预约飞行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月底 除了直升机游览 动力滑翔伞 固定翼飞机游览等活动 也受到游客的喜爱 在庐山西海 动力滑翔伞成为当地景区体验空中视角的热门项目 特别独特 可以看到当地星星点点的岛屿 把蓝湖光山色 不许此行 在贡青城 低空飞行航校培训 吸引了不少对飞行有兴趣的游客 来自南昌的杨凯鹏 得知这里可以考飞行驾照 立即报名了机场转换固定翼飞行执照培训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飞行执照培训和个人单独飞行 预计八月底可以拿到飞行执照 来这里我不仅学会了飞行 而且我看到了许多埔阳湖美丽的风景 今年暑期的异常天气 对蔬菜的生长流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蔬菜的价格在八月上旬 达到了近十年同期最高值 不过随着气候条件的好转 以及多地全力采取稳价保供措施 从八月下旬开始 不少地区的菜价已经开始回落 农业农村部预计九月中下旬 菜价将回落到正常水平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蔬菜专卖区 记者发现这里大部分的蔬菜价格 和十天前相比都有所回落 为了保障蔬菜供应 新发地批发市场多挫并举 积极组织货源 一个是发挥我们在全国广泛的 种植基地的优势 对茄果类根茎类的蔬菜 加大采收储备的量 第二个是让具备条件的地区 快速的进行补种 通过这种措施 我们预计在九月中旬 蔬菜的整体价格会出现一个拐点 据了解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加全平均价 是每公斤3.99元 交易量达到了2.38万吨 在上海常宁区的这家标准化菜场里 平价菜摊位的菜价精确到了分 原来这就是直接来自田头的批发价 菜场是零加价的 7月份以来 常宁区在19个标准化菜场 试点推出零加价菜 7个品种每天动态调整 低于市场价起码7折以上 菜从对接的崇明蔬菜基地直送 没有中间环节 每天凌晨5点都会有两辆冷藏车 从我现在所在的崇明区的树心镇出发 运送往市区的19个点位 那么要在每天的早市前 把所有的平价菜都送到摊位上 菜场对接的崇明蔬菜集团 有1500亩摄氏菜田 目前种植品种在20个左右 日吞土量80吨左右 记者估算按每天6000斤菜的供应量 这19个零加价菜柜台 每天的补贴费用超过7800元 大概要贴补将近一个月要15万左右 那它总体的一个菜价呢 是比市场价要低一个30%左右 那对于我们其他就是菜场的一些摊位的一个价格 它能够起到平易 就不会随意的一个上涨嘛 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个下蛋期间 也能保证我们老百姓能够买到相应的一些价格 比较优惠的一些菜品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电影《诗姑原形》 郭刚堂之子被拐案 二审庭审结束 将择期宣判 冰岛西南部 雷架角半岛再次发生火山喷发 火山口附近曾发生一系列小型地震 本周起 辽宁葫芦岛市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 导致道路桥梁被冲毁 电力通信中断 目前当地救援力量持续作业 全力抢修水毁道路 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陆续恢复 持续强降雨造成 葫芦岛市隋中线大杨树沟村附近道路被冲毁 出现42米缺口 导致4个自然村进出唯一道路中断 当地已经架设起一座51米长的应急桥梁 大量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和救援装备 通过应急桥梁运送至各村 截至21号晚9点 隋中县已经封堵漫水桥468座 建仓县黑山科乡是这次强降雨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 9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多处民房被淹 眼下水已退去 当地调派大型机械采取人机配合的方式加快现场清淤 目前仍有两个村道路中断 约1000名群众受困 当地组织多支救援力量 沿铁轨徒步进入村子送去基本生活物资 汛情突如其来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奋战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 8月20号凌晨2点多 暴雨导致葫芦岛市一触河水快速上涨 党支部书记李清雪不畏艰险奋力救出三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之后不幸遇难 他都是一个好书记 半时事 我心里就是说是十分万分的感谢书记 为了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付出 眼下辽西地区与势减弱 截至21号晚上7点 葫芦岛市普通干线公路已抢通31处 通往灾区生命线已经基本打通 部分受灾地区的电力通信得到恢复 同时当地加强排查河道 尾矿库等重点部位 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经评估 这次葫芦岛地区强降雨 为1951年以来最强降雨 被评为特强等级 远超此前预测 气象专家介绍 这次极端的降雨过程 主要是由东北冷窝 负热带高压 以及台风云雀的水气输送 共同影响造成的 主要原因是富高的位置比较偏北 而且稳定地维持在比较偏北的位置 富高后部的暖湿气流不断向北输送 与西风带的冷窝气在辽宁交汇 产生这种持续的强强水天气 由于辽宁地处北方 此前遭遇这种特强等级强降雨的情况降少 防汛人员坦言 这次灾情暴露出当地对洪涝灾害 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还有待加强 防御的能力还是有待的提升 一些中小河流存在防洪的薄弱环节 城市的部分区域农田还有排水不畅的情况 基层工程的强险力量还相对比较薄弱 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葫芦岛市防汛一线 指导地方抓紧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 提防巡查防守和农村供水设施修复等工作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受强降雨的影响 京哈高铁秦审段部分区段预量超标 导致国铁沈阳局部分旅客列车 20号出现了不同程度晚点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沈阳三大火车站部分始发途经中道旅客列车 都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 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需途经秦皇岛山海关等站的车辆 涉及停运车次20个 随着雨量逐渐平稳 这些车辆已经陆续恢复开通 铁路部门表示 受到停运影响的车次 在原计划发车之日起 未来30天内 旅客都可以免费退票 针对退票组织工作 铁路部门还对电子客票退票 退差业务办理的规则进行优化 此次12306客票系统优化后 停运折返列车已售车票中 符合退票退差条件的旅客 出站后不必到车站收票厅办理退票手续 12306客票系统将在原票到站第三日 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退差手续 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为旅客办理罚款 不收取退票费 另外 现金购买或以换领报销凭证的车票 办理自动退票后 旅客需在30天内 到火车站售票厅办理零款手续 同时交回报销凭证 近日广东各地都出现了强降雨 甚至是雷雨天气 广州的暴雨让市民们提前做好了防范准备 在广州天河区上学的梁同学告诉记者 对于广州的暴雨天气 他并不担心 自己也做好了一定的防护 家里也早早地做好了应对的措施 我们家最近也是把那个窗上的防护胶 也重新换过了 家里也做好了防水啊什么的 如果下暴雨我也不会出门 会在家里 有一点担心吧 因为主要是上下班这样子 出行不方便不安全这样子 尽量不要走在树下 或者说不要走在清水多的地方 还有上下班的话 你开车的话就视线不是很好这样子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防冻应急预案 和省防总有关规定 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总指挥部 已经于8月19号12时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同时迹象预报员提醒 由于最近开逾期的到来 大量渔民开始出海捕捞作业 并且广东省陆地及沿海 南海北部海面雷雨频繁 要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对户外活动 高空作业 海陆交通 海上作业 滨海及海岛旅游等的影响 广东台报道 昨天我国进入楚暑节气 但是南方高温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重庆及四川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重庆还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 等级显示为高度危险 重庆市江北区 沙平坝区 江津区 电江县等多个区县 均已发布了风扇令 重庆连日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高温天气下 船舶机械设备容易出现过热故障等问题 在长江福林段彭威石化码头 一艘运载化工原料的船只正等待卸货 福林海市处的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只防火设备 重庆海市部门重点检查 微化品船舶的货舱透气 喷零降温问题和炭火报警等设施设备 并提醒船舶措施开展舱棉作业和装卸作业 确保安全 四川成都也启动了高温红色预警 全市2100多个户外服务站点 为劳动者们提供临时歇脚的避书港 这家驿站不仅提供免费的矿泉水和货箱挣汽水 还有微波炉 手机充电口等设施供大家使用 我们就会到那儿坐到喝点茶 吃点早餐 逼会儿说 小孩儿问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在户外跑来跑去的 天地表演 这个冰水更加快 也防止种树 效果好的很 近日来 成都每个户外站点 每天接待的外卖员 快递员 环卫工人等 户外劳动者都超过了100人 包括成都在内 四川自贡 卢州等八地 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广州市发改委本周三在官网发布 优化调整公共汽车电车基础票价的通知 9月1号开始 公交日班车的线路 只保留2元3元这两个票价层级 同时 加快推进公交地铁融合发展 目前 广州101路电车的票价是1元 从9月1号开始 票价调整为2元 现行广州公共汽车电车日班车线路计价分五个层级 调整后 将取消1元4元5元票价 仅保留2元3元两种票价 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测算 受影响的市民占总体客流不到一成 优化调整后的2元3元票价水平 仍然低于成本价 延续了公共交通公益性低票价 而且 2元线路仍然是广州公交线路的主体 学生低收入居民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 市民乘坐长距离公交线路的费用将进一步减少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说 这次简化公交基础票价层级 是推进广州公共交通系列改革措施之一 通过优化简化公交基础票价 鼓励公交企业多开行符合市民需求 贴近社区 衔接地铁的公交线路 未来还会结合地铁新线开通 优化调整公交线网 加强公交与地铁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驳 同时加大公交服务覆盖范围 探索下车暗铃 仰首集停等公交服务 并开行更多微循环接驳线路 方便市民出行 广州台报道 电影《事故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 昨天下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省开庭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庭审 下午五点多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8月22号下午两点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 上诉人呼父及唐立霞拐卖儿童一案 1997年 郭刚堂两岁半的儿子郭新震 被人贩子拐走 此后24年 郭刚堂骑着摩托车 带着印有群人启事的旗子 走遍大半个中国 期间 电影《事故》于2015年上映 令无数观众动容 而电影的故事原型 正是郭刚堂寻子的真实案例 2021年 在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中 郭刚堂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震 终于被找到 而当年拐卖郭新震的犯罪嫌疑人 呼父及唐立霞二人 也随之落网 2023年12月27号 山东省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7年至1998年间 被告人呼父及和唐立霞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李某慧 郭新震 杨某豪 李某豪四名儿童 2001年 被告人呼父及 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儿童杨某宇 被告人呼父及唐立霞 以出卖为目的 共同实施拐卖儿童行为 拐卖儿童四人 呼父及伙同他人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儿童一人 二人的行为 均构成拐卖儿童罪 判处被告人呼父及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被告人呼父及限制减刑 以拐卖儿童罪 判处被告人唐立霞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时判令被告人呼父及唐立霞 共同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物质损失 人民币五十余万元 一审宣判后 呼父及唐立霞提出上诉 前几天晚上十点多 从湖北来户的李先生 着急地向所住的酒店求助 称十四岁的女儿和自己赌气之后出走了 一时间找不到人了 那大晚上能去哪呢 酒店员工不敢怠慢 联系静安警方 并请接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 当天晚上十点四十分 共和新路派出所接警后到场 李先生向民警描述了女儿出走的情况 民警随即组织警力 在共和新路中山北路沿线寻找 次日凌晨两点半 民警在路边找到了与父亲赌气的女孩小李 不过一个人在外边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怎么蹲在这里 面对民警小李一言不发 在李先生赶来后 民警对他进行了教育 这个女孩现在已经安全地交到女手上 然后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愿意 不是跟我民警 因为现在时间也很晚 人家犯大几年 那你们 可能你照顾好她的亲眼 全是跟人家安全 你翻给她吧 然后平时也注意一下这个沟通的方式方法 女儿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需要你 你再怎么办呢 民警了解到 当晚十点多 小李和李先生赌气后便出走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 女儿都没回来 李先生这才慌得神 经过民警耐心地开导 父女二人解开了心结 目前父女俩已经回到了湖北老家 近日上海警方在夏季行动中 查获了一名不戴头盔 驾驶摩托车的男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名男子呢 竟然还存在罪驾 无证驾驶和盗窃摩托车的违法行为 当天凌晨 民警在红梅路设卡检查时 发现男子任某骑摩托车 没按规定佩戴头盔 蓝亭任某后 民警发现他一身酒气 大概喝了多少 喝了半斤 半斤什么酒 还在嘴里吹 经过吹气检测 任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每百毫升123毫克 以达最价标准 民警将他送到医院 做进一步血液检测 途中 民警对任某的驾驶证信息 以及摩托车信息进行核查 发现他并没有驾驶证 摩托车从何而来 任某也是支支吾吾 任某酒醒后交代 事发当晚 他饮酒后回家途中 发现一家摩托车店门口 停放着多辆摩托车 于是借着酒劲 翻入店内寻找车钥匙 然后挑了一辆喜欢的骑走 直到被民警查获 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记者毛红仁报道 最近上海85公司武车队 收到了一封来自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表扬信 要向一位187路公交车的驾驶员 表达感谢 写信的人是前不久 乘坐该车的乘客的家属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当天正午时分 驾驶员楚晓开着187路公交车 由东向西行驶在场中路上 突然车厢里传来躁动声 正在等红灯的楚师傅回头疑问 才发现原来是一位老人因身体不适 晕倒在了座位上 老人家属手足无措 于是楚师傅立刻将车驶入公交站点 起身帮忙 家属要求我去直接开医院 因为这里附近没有医院 那么我就指挥他打120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能到了 其他乘客都蛮好的 都在旁边劝劝家属 帮忙安慰家属 叫他不要着急 同一时间 楚师傅立即向车队报告了情况 确保后续车辆有序运营 不一会儿救护车就来到了现场 楚师傅已经等在路边 帮助引导救护车停靠 老人被安全地送往医院 事后老人家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向楚师傅表达了感谢 最近在贵州前西南州旺摩县 一名老司机面对儿子提出的 无证驾驶要求 竟然忽吕糊涂地答应了下来 结果被民警发泄难逃处罚 当天正在夜茶的旺摩县交警 发现一辆面包车 在距离茶几点十多米的地方 突然停车 刑警非常可疑 原来当天蒙某和孩子外出游玩 开着回家 在路上正在学驾照的孩子 一时手痒 提出来想练练车 蒙某没有过多考虑就答应了 并且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守护 最终蒙某的儿子因无证驾驶 将面临1000元罚款的处罚 而蒙某将机动车交由无证人员驾驶 也将面临1000元罚款的处罚 再来看最近发生的一起特殊的救援 大连的莲花山是市民游客观赏梅花路的好去处 不过这些山中精灵偶尔也会调皮一下 日前就有一只雄性梅花路进了城 结果不慎掉进了一个方井里 被困在了里面 经文人员赶到现场看到 这只梅花路被困在了一个四米建方 一米多深的长方形的深坑里 梅花路没有明显外伤 肩身头也不错 这个路实际上它白天就一直在这个大道上跑 很多这个爱心人是想办法控制住它 给它送到山里去 但是这个路啊 现在这个标肺体壮的啊 这个能力很强 追它它追不上 所以后来呢 它就掉到了这个路边的一个 废弃的一个地下道里了 救援人员了解到 当时这处深坑上有覆盖物 且仅靠办公楼边 正常人根本不会去踩 可能是这只梅花路体重太重 走到这里时直接陷了下去 经现场评估 救援人员决定 先将梅花路麻醉再进行救援 很快动物麻醉师赶到了现场 随后救援人员将梅花路用货车运回莲花山 当晚十点半左右 这只梅花路被放归山林 大连台报道 日前江西景德镇市公安局 侦破了一起假冒茅台酒瓶产业链案件 现场共查获假冒酒瓶1300多个 2023年8月底 景德镇市公安局长江分局经过前期摸牌 掌握到一条线索 辖区内有人销售假冒茅台酒瓶 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并找到加工制作和存放假茅台酒瓶仓库位置 进入屋内后 我们发现屋内存放有大量的 隆起不等的假冒茅台酒瓶 这些酒瓶都是为取得商标权利人 授权许可的冒牌货 但是从酒瓶外观上看 很难分辨真假 经清点 现场共有1300多个假冒茅台酒瓶 案值40多万元 民警现场抓获 辅州级犯罪嫌疑人周某 洛某 两人为夫妻关系 你是在做什么 这调酒吧 不是调酒 不是调酒 做什么呢 这是那个我是 老实的 调颜色的 调什么颜色 调这个可以颜色的 该些大容量的 假冒茅台酒瓶 平身或多或少存在瑕疵 为了更好的销售 周某安排洛某 对该些瓶子 进行表面的美化工作 以达到更好的销售给客户 犯罪嫌疑人周某和丈夫洛某 于2021年开始 从事贩卖假茅台酒瓶 为了非法牟利 周某从上游厂家定制 并囤放大量印有 贵州茅台 飞天以及五星商标的酒瓶 然后通过微信和客户联系 谈好定制茅台酒瓶的种类 数量价格后 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 周某的销售价格 从小容量500毫升 生肖茅台酒瓶28元 一个至大容量的 像40升的范针 45升的酒之柱 以及30升的巴拉玛 还有25升双龙汇 在5000元不等 民警现场查获的各类 假茅茅台酒瓶 多达1300多瓶 那么如此之多的 假茅茅台酒瓶 到底从何而来呢 又曾经销往过何处呢 涉案人员又有到底多少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办案人员不断拓展线索来源 层层深挖 发现周某两年内 往外省销售了不少 假茅茅台酒瓶 这起案件也被江西省公安厅 列为省都案件 景德镇市公安局 昌江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由九名下县 涉案资金较大 分布在山东 北京 荷兰 贵州 内蒙古 陕西 等八省九个地区市 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 民警行程万里 陆续将九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今年三月 民警又成功抓获生产 假茅茅台商标酒瓶的 三家源头厂家负责人 马某 米某和刘某 至此 一起横跨八省九市 从制作 加工到分销一条龙的 制售名酒酒瓶产业链 被称功打掉 对于周某 洛某及九名下县 这十一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 销售假冒注册三标的 三品罪 以被移送起诉至 检察院审查起诉 针对另外三名 上有产家 因涉嫌 注册假冒注册三标罪 该案还在进步侦办中 下面有请江波 为大家带来 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江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 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工信部近日就修订形成的 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电池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2024年本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废旧电池的再生利用 提出了明确指导 经济日报评论说了 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电池 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如果不能有效的回收利用 那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我国将迎来 新能源汽车的换代潮 如何处理废旧动力电池 成为了行业 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技术创新是推动 废旧电池综合利用的关键 而政策引导则有助于 规范废旧电池 回收市场秩序 具体来说 也就是应该要加快推进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立法 比如加强动力电池回收监管流程 加大对非正规企业非法回收 倒卖运输拆解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建立起规范市场的长效机制 日前中央有关部门对三企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其中某国企一年中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 竟然达到了800多次 平均每个工作日会有超过三次会议 引发的热议 新京报评论说了 这开会不是小事 前前后后要做很多的工作 一年开会就达800多次 如此高频率的开会 必然会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 员工哪还有精力干实事 开会的目的是上下沟通 左右协调 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过于依赖开会 甚至把开会作为了推动工作的重头戏 忽视干实事的重要性 那就过头了 毫无疑问 一年开会800多次 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很严重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有人认为会开了文件传达了 事情也就算做完了 事实上这些做的都是表面功夫 将开会当做了秀场舞台 房东和房客发生纠纷 一言不合就打着聚光灯 查房挑毛病 向房客高价索赔 这种令人窒息的厌房方式 被网友称为是提灯定损 今年三月江西上饶 曾经爆出了一次房东提灯定损事件 引发舆论谴责 近日深圳一名网友 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 自己在退房的时候 也遭遇了这样的提灯定损 新京报评论说了 不知道深圳的房东 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还是一贯如此行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种极端的厌房方式挑战了市场交易的常理 也挑战了工序粮俗 提灯定损的本质是对规则进行异化和碰瓷 涉嫌敲诈勒索 这种恶劣行为危害不浅 此风万不可掌 据媒体报道 当下很多家长为孩子沉迷网络而发愁 但是2019年就已经推出的青少年模式 却又很少被家长使用 这个北京青年报就评论说了 青少年模式为什么不受家长青睐呢 原因有二 一是目前青少年模式下 内容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不强 内容太少 让青少年的上网体验不佳 所以都不喜欢用 第二就是目前的青少年模式 防护功能不足 比如通过租用成人的账号登陆游戏 未成年人就可以轻松的绕开系统的监督了 不受限制的畅玩 所以上述两种因素的叠加就导致了 青少年模式较好却不较作 对此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方面要让青少年模式下的好内容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也要让绕开青少年模式越来越难 这样才能让青少年模式避免成为了摆设 据媒体报道 珠海小伙儿邓伟红 为了让奶奶也能够顺畅的使用智能手机 特地的设计了一个对接智能手机的小型操控台 通过实体按钮 一次按一个键就可以使用手机的相对应的功能了 那这个成品交付以后不仅奶奶是连连赞叹 而不少的企业也慕名而来 希望和邓伟红合作能够将产品商业化 北京晚报对此评论说了 网友给心细又能干的邓伟红点赞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家中也有对触控屏无从下手的老年人 而邓伟红手工打造的这个操控台 帮助奶奶玩转智能足以证明 老年人并非天生的拒绝新事物 通过技术关怀 完全是可以帮助老人接入智能化生活的 科技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应该要服务于民 尤其不能把老年人丢在一边 真要适应老龄化社会 就应该要消除各种技术障碍 给智能品多输几行爱老敬老的代码吧 好了这一时段报的一下内容就这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江波我们新闻继续 为维护自身军事霸权 美国再次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 近日美国媒体爆料称 今年三月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一项 高度机密的核战略计划 这份名为核武器使用指导的文件 首次提出要将美国的威胁战略重心 转向所谓中国扩展核武库带来的威胁 文章还援引五角大楼的说法称 未来十年 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和多样性 能与美国和俄罗斯相当 因此做出了这一转变 拜登以命令美军 为与俄罗斯朝鲜和中国可能发生的 协同核对抗做好准备 并首次详细研究了 美国用核武和非核武相结合的方式 应对同时或先后爆发的核危机 如果2026年2月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后 没有替代协议的话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充核武库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近年来美国不断地翻炒 所谓的中国核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己推卸核裁军责任 扩张核武库 谋求压倒性战略优势寻找借口 中国的核武库与美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将自身核力量 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无意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 反观拥有最大最先进核武库的美国 顽固坚持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持续投入巨资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并公然为别国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 打着对抗中俄核威胁的幌子 美国其实是在为自身核扩张寻找借口 综合各方消息显示 目前美国正在研发和改进的核武器种类 已覆盖海陆空三军 上个月初 五角大楼表示 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哨兵项目成本大幅超之 并且较计划延迟数年 但仍将继续推进 哨兵旨在取代美军正在老化的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 这也是美国三位一体和打击力量陆基部分 60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换代 最新评估显示 这一项目将耗费1409亿美元 据悉 哨兵这一项目不仅涉及制造洲际弹道导弹 还会对全美五个州的450个发射井 及其控制中心等进行现代化改造 在水下 今年六月 五角大楼称 已经开始了新型和巡航弹的研发工作 该导弹能从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 或水面舰艇发射 预计在2035年完成研发 而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武器库中 最危险的战术核武器B-61 也将重大升级 去年末 五角大楼发布消息称 美国将研发B-61核重力炸弹的改进型 B-6113 这款战术核弹 可以通过战斗机或者轰炸机投放 仅供美军使用 产量不会很多 专门用来攻打某些较坚固和大面积的军事目标 除了不断升级核武库 美国还不断借地缘政治冲突之机 将核保护伞 甚至核技术向外扩散 在亚太方向更是家族马力 7月底在东京举行 美日外交安全2加2对话中 美日首次举行了延伸威慑部长级会议 计划今年内完成起草首份 关于延伸威慑的联合文件 将明确纳入美国承诺利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 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条款 此前 两国已就延伸威慑进行十多年的深度磋商 此次首次建立独立的部长级会议框架 是对今年4月 拜登和岸田文雄宣布的美日同盟升级的具体落实 同样处在美国和保护伞下的还有韩国 即去年成立和磋商机制后 今年7月 美韩两国领导人又在北约峰会期间签署了 关于朝鲜半岛和威慑与核作战指南的联合声明 双方商定推动韩美核磋商小组的工作 包括扩大情报共享 紧急情况下的核协商程序 核武级战略计划等内容 分析认为 美韩军事联盟的基石 已经从常规武器升级到了核武器 此外 当地时间8月5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 批准拟议的 美英澳海军和推进合作协议 该协议允许三国交换和材料集合信息 将成为澳大利亚海军 配备核动力潜艇的关键一步 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在拓展升级欧洲核力量方面 也有过多次动作 今年3月 美国空军表示 35A战斗机 自去年10月 获得携带新型B61-12核炸弹认证后 或将优先部署欧洲 分析指出 这将被北约国家视为抵御俄罗斯的关键部分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 保有一定量核武器 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 中国在涉核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也是明确的 2022年1月 中国推动五核国领导人 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 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面对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 中方多次指出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在今年7月举行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11次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备会中 中方还提交了 关于互部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 无核安保 核军控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等四份工作文件 倡议五个核武器国家 积极探讨缔结 互部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或发表相关政治声明 主张循序渐进 推动国际核裁军进程 和减少核风险合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昨天就库尔斯克州 比尔哥罗德州 和布良斯克州的地区局势 举行会议 普京表示 乌军当天凌晨 试图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通报此事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当天表示 库尔斯克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 昨天表示 收到俄罗斯通知 称在库尔斯克核电站 发现一架无人机的残骸 国际原子能机构 获悉 无人机于昨天凌晨被击落 无人机碎片距离 核电站发燃料储存 设施约100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2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库尔斯克核电站 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 他计划下周访问库尔斯克核电站 搜集有关该核电站 是否已经成为袭击目标的证据 此外 他还将会评估 核电站外部供电状况 以及通往核电站的道路状况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正式确认 国家选举委员会 此前宣布的总统选举结果有效 马杜罗当选新一届总统 certifica de forma inobjetable el material electoral peritado y convalida esta sala los resultados de la elección presidencial del 28 de julio del 2024 emitidos por el Consejo Nacional Electoral donde resultó electo el ciudadano Nicolás Maduro Moros como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同时表示 反对派领导人 爱德蒙多·刚萨雷斯 藐视司法权威 委内瑞拉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 共有10名候选人参加 7月29日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正式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 赢得新一届总统选举 但选举结果遭到反对派质疑 7月31日 马杜罗提请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对总统选举投票展开核查及专家评估 马杜罗说 选举系统曾遭受严重攻击 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 核查总统选举结果 以澄清相关事实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冰岛西南部的雷下角半岛 在几个小时之前再次发生火山喷发 自去年12月以来 同一地区已经发生了6次喷发 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 喷发始于当地时间22号晚 容颜从雷下角半岛 松兹努克火山口不断喷出 在此之前 该火山口附近曾发生一系列小型地震 受火山喷发影响 雷下角半岛南部的格林达维克镇 临近的冰岛著名旅游圣地兰湖 以及附近的斯瓦特森级发电站 已经进行人员紧急疏散 冰岛机场运营部门表示 这次火山喷发没有对位于雷下角半岛的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的航运造成影响 今年5月29号 雷下角半岛发生火山喷发 是自2023年12月以来该地区发生的第五次喷发 这次喷发持续至6月下旬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在葡萄牙马德拉岛野火持续蔓延 并且威胁到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月桂树森林 欧盟昨天证实已经调派两架消防飞机支援葡萄牙灭火 并密切地关注当地火事 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向葡萄牙追加援助 这场大火上周始于马德拉岛西海岸 截至到21号中午已经烧毁了近5000公顷土地 约200人从家中撤离 目前没有房屋被毁 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进入到8月以来 欧洲极端高温天气持续 多国的气温打破历史记录 葡萄牙和希腊等国野火不断 为此欧盟启动民防机制 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6分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 将于8月29号也就是下周四返港 总计约5300张活动门票 在一小时之内全部售庆 代表团访港期间的三场公开活动 包括30号晚在伊丽莎博体育馆举行的 奥运健儿大会演 以及31号上午分别于伊丽莎博体育馆 和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举行的两场 内地奥运健儿展风采运动项目示范 第32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会演 将于9月7号至10月6号 在澳门旅游塔附近海面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 将为居民和旅客送上精彩演出 丰富夜间活动 带动澳门社区经济 澳门旅游局还推荐了5个最佳烟花观赏点 包括澳门科学馆海滴等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 7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939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7%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1.5% 5.0% 7.8%和5.9%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 我国将在黑龙江 新疆 内蒙古等地 通过场景牵引 加快农民 只保无人机装备低空应用 截至目前 全国纳入民用无人机 驾驶航空器生产信息系统的 农业只保无人机近9万架 美国航天局计划开展两项审查 来决定如何让滞留在国际空间站的 两名美国宇航员安全返航 美国航天局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波音星际客机飞船无法保证安全载人返回地球 两名滞留的宇航员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 乘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韩国中央银行宣布 继续保持基准利率3.5%不变 维持货币紧缩政策基调 韩国央行自去年2月起 已经连续13次冻结基准利率 从去年1月13号起至今该利率始终保持3.5%不变 刷新历史上最长利率冻结周期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